大家好 今天啊 咱们就聊几句 名副其实的想到啥聊啥 聊啥呢 大我看这图 这中间蓝色的这一道 这是长江 这长江啊 这肯定是东西走向的嘛 但是从江西九江这开始 到安信过吴湖到南京 这段长江啊 差不多立起来了 有点南北走向的意思了 于是呢 就有了这么个词 江东 这一片区域 这是长江这一段的东边嘛 所以叫江东 但是呢 你看史书吧 经常还管这叫江左 这不明明是长江的右边吗 怎么叫江左呢 再看张图 这是关中平原 这是西安在这 这关中平原啊 西北角上 有一道狭长的峡谷 一直能通到宁夏的故园 这是过去啊 从西北要进入关中的一条重要通道 这一段山呢 叫龙山啊 龙山的西边天水这一片叫龙溪 这好理解吧 但是你看史书 这段经常还叫龙右 哎 这不明明是龙山的左边吗 怎么叫龙右呢 这江左跟龙右 其实都是一个原因 就是过去古人啊 那地图 跟咱们今天的地图 方向是反的 哎 你看 咱们今天地图啊 是上北下南 那时候呢 是上南下北 当然也不全是啊 还有上门东的 大部分是上南下北 为啥这么设计呢 就是为了让领导看着方便 你比如说咱们都去过故宫吧 故宫那三大殿 皇上怎么做 坐北朝南 哎 皇上坐北朝南 您这地图 如果上面是南 给皇上一看 皇上正好 面朝着南方一看 地图上面也是南 他看着方便 你要把今天的地图 给他呢 上北下南 皇上得扭个身去 撅着屁股这么看 看完了 回头跟大伙做指示 是吧 这多别扭啊 其实呢 这不光是皇上 你看吧 过去那衙门 今天还有古迹在了 大伙去看 那大唐 基本都是坐北朝南 就包括一直到 咱们今天 今天您去买房 那南向的房子 也比北向的 要价格贵一些 因为咱们是北半球嘛 这房子朝着南 每天的日照 时间更长 所以呢 过去的地图 上边是南 所以自然就有了 江左和隆右